观众朋友 欢迎来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我是邹庆林 很多事情说了才知道 包括了我们到这个周末假期的时候 特别是天气好的时候 很多人开车啊 跑到北海岸啊 东北角啊 觉得那边哦 看起来真的很漂亮 对不对 有时候看到有些船在上面航行 但是呢 很多人不晓得的是 这一段看起来很漂亮的这个海景 其实海上有时候真的恐怖起来相当恐怖 而且海底下呢 那更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一个 这个变化的这个非常恐怖的一个世界 昨天在这个地方呢 又发生了沉船了 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了 而且也不是第一次发生砂石船的这个沉船事件 造成了六死 我们先来看 寒冷低温下 船员在海里载幅载沉 海军队人抛出救生圈 奋力将船员拉上船分秒必争 脸色发白 全身战斗几乎说不出话 折腾了快两个小时 过旧船员终于回到码头 我正在睡觉 睡觉啊 然后船长管波嘛 哈喽 管波船救生音 然后我们就 船长救生音到家里来吧 然后已经看到船 请些15号快到20点 直到沙石船 19号凌晨2点42分 从基隆港出发 4点多船员回报 船只运转有问题 5点12分就在离基隆港五海里处 讯号断讯 海军处赶紧出海搜救 船上15个人 9名台湾籍 6名印尼籍 目前找到7名生还者 6名死亡 但还有两名船员下落不明 当时海水温度大约18度 海浪3到1公尺 海峰6级 一次是船上载运土方太重 导致倾斜沉船 还剩两名船员生死未捕 海巡队员仍在全力搜索 最终的杨东盛 杨龙SN小组 基隆报导 所以我们在那边看说 海上美丽 有船只 这个风景多漂亮 但是不晓得海上跟海域 其实有被人家称为是死亡海域 今天现场给我们讲一些 很多的事情 很多内幕的 现在先看到资深社会记者胡孝成 大家好 船长工会理事长林光明您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员张有化 大家好 先请校成来告诉我们 昨天的这个情况 算是很危急 很突然 然后一下子眩雷不及掩耳吗 对 因为我现在介绍一下 这个出事的这个海翔包 他在昨天早上 两点四十二分的时候 他从基隆港出发 那出发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大概是这样子 他从这基隆港那边出发的时候 这个是基隆雨 基隆雨 然后他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绕过基隆雨之后 从东北方向这样走 东北方向走的时候呢 正好经过 我刚刚请教过那个理事长 他说大概是在这个 所谓富贵角这个位置 大概在早上 清晨四点二十分的时候 就发现到就是 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整个船上 因为它是带的是黏土 所以产生 所谓的自由溢面的一个效应 因为水灌到那个里面去了 灌到里面去之后 造成他的船身 本来就有点失衡的状态 然后在五点二十分的时候 又一个大浪打过来之后 整个船就这样 立即就翻覆掉了 所以这一次的一个 整个船难事件的时候 就造成了 有六个人死亡 目前是还有两个人下落不明 其中一位是船长 那么这个会长 之前人家有讲说 这个船上有一些的船员 他们比较 说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这个船 都是靠了这个海边 不到海里五公里的 那么如果说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说用爬的都可以爬的回去 又游都可以回到这个岸边 但是结果事情发生 短短不到五分钟 说这个船就鼻子朝下面 然后一下就沉下去 都会用这么快的速度吗 船程并不一定说是几分钟 然后这个在我们以跑船的这个来讲 没有说船程的你可以游到岸上去的 没有这种事情 没有这种事情 绝对是不会游的 那像昨天这种状况来讲 因为昨天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 头一个我就听到这个海巡的船在爆 然后回来去巨大体 所以我就知道事情非常不妙 那这个事情呢 这个刹车船在台湾来讲 目前首剩不多了 大概该成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成了 那因为第一个 他们的年纪都非常大 我估计大概都在三十年左右 像现在还有一个在叫重容 这个船还蛮好 还蛮不错 那它也是超过三十年 然后还不错吗 也超过三十年还算不错 一艘船的寿命到底应该是 最长多长就该淘汰了 各种船的年纪不一定 那基本上就是说你船级检查 能不能合格 船级检查合格的话 你就可以继续跑 船级公司 船级协会 我们叫船级协会 发给你四航证书 你就可以继续跑 并没有收多少年纪的限制 但是呢 现在我们这些刹车船 基本上大概是以前的原木船 原木船 就是装大木头的 或者是散装船 那像崇隆另外一个叫 它有一个姐妹船叫崇洋 我在那边跑过 那个时候是三十年前的事情 所以这个船 基本上应该在三十岁以上 那这些船基本上 它并不适合装散装 它是装散装 我们散装货 我们所谓散装货就是说 像煤炭 像这个麦子 像砂石 像这一次这个 砂石船 砂石船 还有黏土 这些矿烧 这些都叫散装船 那散装船应该是 基本上散装船有它的特性 所以它基本上 它有它的比较特殊的过照 那像我们来讲 像比如说 我们一般来讲一个船舱 散装船 散装船的一个船舱 我们基本上 就是这样 画给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这个散装船的船舱 大概会这样 这个是 这个叫压舱 这是侧面图吗 我真的看不懂 对不起 波面图 波面图 就是一个船 你从中间跟它切下去 火面图 火面图 那这个是压舱水 这个叫wind tank 就是边舱 那上面还有一个top tank 就是上部顶舱 那这几个这种过照 才比较适合散装船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 像现在沉下去这个船 它基本上是这个没有的 这个是没有的 所以听说就是 比如说那个船 如果是比较大 吃水要比较深的 下面应该要是椭圆的 或是尖的 让它去吃水 是不是 然后说现在这种船 不应该航行的这一种 所谓的砂石船 它下面是平的 这样子的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这不是 这个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而是它的基本船型 并不适合这样散装 那么现在这些船 为什么它这样散装 因为它年纪大 成本低 那砂石的运费很低 所以老板为了要cover 这个成本 他用老爷船来装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会发生比较多的问题 就是说年纪到了 你船本身的结果 已经不行了 你像船在跑 它一定会有起伏吗 那起伏以后 你这个船本身就 会有金属疑法 有可能断 有可能破 还有它的肋骨 就可能底下就断掉 那水舱会通 会破洞 那照理讲 船每一个船 都有它的隔舱 都要分开的 那分开以后 它才能调整 但是现在这些老爷船 可能都是通的 那在这种现象之下 就很容易发生问题 还有这次它装了年土 现在这个散张货 有一个问题 大家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交通部 相关单位 还没有注重到的 就是它的含水量 像泥土这种东西 它一定有水 沙子一定有水 矿沙都会有水 那在全世界来讲 IMO 就是这个航海组织 国际航海组织 它有规定 你什么东西的含水量 不能超过多少 当你在装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人去检验 你的含水量到底多少 你才能装 超过这个量是不可以装的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 我们没有太注意这种问题 好 刚才领事长会长 跟我们讲到 是这个船 它本身的这个结构 这个条件这些问题 但是永华 如果说这个海巷 或者是比如说海浪 怎么打的船 从哪个方向 这样切入的 会不会比较危险 这些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番学问 这样子一般的行驶船的话 为什么叫乘风破浪 如果我的浪 是在这样子过来的话 我的船应该这样子走 那 你说的浪是这样子 对 就是逆向 对 那个高高 我就这样子过去 冲那个浪 对 冲那个浪 如果是横浪过来的话 你要做一个回避动作 你要去顺应水性 而千万不要说 你横浪过来的时候 你继续的这样子走 这样子的话 它会发生很多的问题 那第二个 这个地方的水域 各位大概或许不太了解 如果各位去过的话 那我这边就有一张简图 其实东北角水域 是跟台北市的大屯山 有关系的 大屯山啊 它是大屯山 大屯山脉 就是火山山脉 它延伸到了海底 它延伸到了海底 这里是太平洋 这里是东海 前面是琉球海沟 那这个地方 各位看一下 就是出事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东北岸 李文化兄请问一下 我们常常开车去 看得很漂亮的那一带 大概也就在那个附近吗 你可以提供我看吗 就是说从台北港 一路开万里 万里到基隆 基隆到富贵角 富贵角到苏 这一带 然后这个地方 它为什么会有问题那么多呢 第一个 它是黑潮跟清潮经过的地方 第二个 它是洋海的交界 太平洋跟东海 然后 第三个 它下面有海底火山 各位去看过东北海岸 那个龟山岛 它下面有海底火山 然后第四个 因为它是火山形成的地形 火山形成的地形 它就有暗石暗礁 所以造成水文复杂 那曾经这个地方 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潜艇 往这个地方进出 我们几乎都不知道 况且查不出来的 查不出来 因为它有海底的火山地形 然后各位可以去 在船上可以听声纳的时候 它发现物体的时候 就是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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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声音出来 可是这种声音 它有可能是鲠群 鲸鱼群就是海豚 当然海豚是在东海岸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火山 火山的泥浆 它发出来的声音 就跟听到浅见的声音 差不多 所以那个火山还在地底 还在海豚生 没有 就是说 从大屯山淹没了以后 一路到龟山岛这个地方 就是说台湾东北角的水域的形成 是因为火山而造成的 它不像我们的西海岸 是因为冰河时期退化 所以整个台湾 我们可以看到 从关岛东京到琉球 应该讲到台湾 这个是黑水沟 这也有一条黑色的水域 这里是琉球海沟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讲叫做亚洲的恶魔海 如果各位还有记忆的话 上一艘发生事故的砂石船 你晓不晓得 它的救生衣在哪边发现 它在这个地方失事 这是去年10月的那一次吗 然后在过了彭家雨 它的救生衣居然过了彭家雨 那是多远的距离 那个就要问那个船长了 大概也有20海里左右 应该不止 应该超过 应该超过 就是说换句话说 20海里的话 各位船上大概是50公里以上 就等于从台北到新竹的距离 就是说我在台北出事的话 居然那个救生衣 船上的救生衣 是在这个地方发现 就可以 那个 由此可知 未来要找 这艘船是尽量向北面找 而不能向南下找 所以这个 校成这个昨天 他们在经历这么 这么险恶的这个海巷 你要不要帮我们再来 把这个时间续推一下 它到底什么时候 在哪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子 因为他们在半夜的时候 本来在睡觉吧 4点多嘛 说2点钟出船 4点多半夜的时候 被惊醒了这样子 对 因为现在目前整个船本身来讲 不像过去这样子 必须要有很多船 它必须要各私其职 这样 因为它很多是 有随着电子导航仪器 在走 即使再救的船的话 都会更改一些 这样的一个设备 那现在这艘船的话 我们用这张 所谓的大图来看 因为刚才我画了一个 那个检阅的小节 后来发现 对不起了大家 所以后来我们就用这个来看 就是在昨天早上2点多的时候 它那艘船在基隆港 就我们刚才前面 走几个位置在基隆港这边 然后海翔8号呢 它就从这个基隆港 越过了这个所谓的基隆雨 那个我想如果有去过基隆的话 应该知道 这上基隆雨距离基隆港并不远 这样 它很快就越过去 然后就循着这个位置 这样子一直走 但是走的时候呢 后来之后呢 到了这个地方呢 大概是在距离基隆港 北方大概1.05海里的位置的时候呢 它就发现到有点不太对劲 不太对劲了 就刚刚我前面讲到一个所谓的 就是船舱里面出现了 这个自由异面的 这个异化的效应 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效应出现的时候 这等于就是说 这个船已经开始倾斜了 大概差不多10度 船身已经倾斜了 各位会觉得说 船身倾斜的10度 有什么了不起吗 船它本身来讲 是要靠整个的一个平衡 可是船我们会假设 它在海上就是 颠颠波波左右摇晃的 10度有很厉害吗 就像刚刚理事长 刚刚有讲过 就是说船里面的货品的话 本身来讲的话 你都本身都要去计算 盖算过 你要放在每个不同的一个位置 要把它放好 不是说我今天可以把集中 集中在一个区域这边这样子 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它是在水面上面 在靠水面的浮力 那你必须要做水的平衡 这样 那后来之后就发现到 这个情况的时候呢 大概在差不多在 转折点的时候 大概我刚刚前面有讲过 大概4点20分到30分之间的时候 它就已经开始就通报金融港 港务局这边了 就说它已经开始出现有状况 当时呢 原本在睡觉的 睡觉的船也都完全叫醒 当时船上有13个人嘛 13个人之后 然后到了大概5点20分的时候 那个时候船长就宣布 就是说要撤离这个船 通常一般来 在船上的时候 他是由船长来宣布 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代表大家紧急逃生 宣布撤离的意思就是 赶快丢救生艇衣服 赶快救生艇衣服 也通跳了就是 就弃船了 弃船了这样 这是一个我想好像是在航运界上面的一个规矩 后来之后在5点20分的时候 本来是在整个在撤离过程中的时候 因为在那个情况附近 也有另外一艘船 也发现到它的一个这个状态不太对近 所以后来之后在5点20分 一个大浪打过来之后 不到5分钟 整个船身就完全的翻覆掉 就沉下去 沉下去的时候就造成了 我刚才没有讲过 6个人死亡 2个人失踪了这样的一个悲剧 现在目前还在找这2个失踪的船员 其中一会爆发是船长 那刚才有讲到说 有话这个浪说是海上是11级 那个海上的风浪 跟我们平常在听台风几级几级风是一样的吗 那11级是相当 我们在路上大概是 这样子 一般的航空母舰大概7、8级 我们用航空母舰7、8级到11级 但是说如果是一般的军舰 大概是6级到7级 那一般的船只大概也跟军舰差不多 就是6、7级 那你6、7级你要看它的浪高 还有浪 它那个长浪来的方向 如果是横浪的话 你要避开 如果是正面来的话 你可以乘风破浪 这个就是比较容易解决 但是今天这个问题是说 整个砂石船也好 矿砂船也好 因为它底部是过于沉重 只要它有一个破漏口 或者它的重心不稳的话 它往往它或会 这样子 本来船是上下左右可以摇 但是它一般横浪过来的话 它又进水的话 那会这样子倾斜 倾斜的话就会翻步 比较容易 所以这个船再大支 也会一个浪下来 它就整个翻了 应该不会 但是当你船只的重心不稳的时候 一定是翻覆 还有第二个 我们可以看 从来这个地方出事 都是从差不多12月 从11月一路到3月下旬 然后4月到11月 应该都比较没有问题 因为11月以后 大概都是属于东北季风 东北季风的关系 又是东北季风的货就是 对 但是这个船 刚刚一直有在讲说 是不是摆这个货不平均 中间有缝隙这些的 到底真的是因为海上天灾 还是其实人货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马上回来讨论